小烏龜呀 小烏龜呀 在跳舞 在跳舞 因為何群 事情不好 因為何群 事情不好 笑一笑 你笑一笑 你有沒有看過烏龜跳舞啊 小烏龜呀 小烏龜呀 在跳舞 在跳舞 因為何群 事情不好 因為何群 事情不好 笑一笑 你笑一笑 你在幹嘛啦 你這樣很好笑耶 欸 你笑了耶 你可以再白痴一點 跳得這麼好笑 誰看了不會笑 喂 喂 喂 你認真一點好不好 我是為了要鼓勵你 讓你振作精神的 不是讓你取笑的啦 可是真的很好笑耶 喂 Vincent哥 立刻回公司 不是 我有急事要跟你商量 好 我馬上回去 要我上 立刻跟說公司有急事 我必須回去一趟 所以你要自己回家了 幹嘛 你怕我迷路啊 你不要每次都把我當笨蛋好不好 我自己會回家啦 那我走了 好 烏龜妹 幹嗎 幹嘛 你路上小心 不要搭錯車了 好 好 路上小心 不要搭錯車 這個死蛤群 竟然還會擔心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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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 你们以为是我自愿的吗 是我自愿说陈小师是我的未婚妻的吗 背负这谎言过日子的压力有多大 你们能感受吗 这段日子下来我觉得我已经失去自由 丧失自我了 你到今天才感兴趣你工作内 才认识自己的工作吗 你今天这时候你能够有这样成 就是用你失于自由自我换来的 你不可能不知道你到底怎么了 如果你要保有自由 或保有什么该死的自我 你根本不应该当艺人 OK 你说的没错 我确实不适合当艺人 干什么 干什么啊 为了一个八卦新闻 有必要搞得这么抑制消沉吗 好好好 大家听我说 明天假订婚的消息一见爆之后 必然引起轩然大波 你们辛苦所创造的形象全毁了 但是 但是 幸运的是明天下午我们刚好有想签唱会 所以我们在现场会上统一的说词就是 何群为了准备演唱会 和感写属于freedom的全新创作 压力太大 导致跟陈小诗发生口角情侣吵架就这么简单而已 没问题 我们一定会配合的 所以何群 明天请你务必把陈小诗带到现场 当众宣示你们的感情依然很好 破除这则新闻 我知道了 我先打电话陈小诗通知他 叫他做好准备 非诚哥 等一下 先不要跟他说被偷拍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陈小诗很单纯 我不想吓到他 也不想让他担心 喂 何群 喂 小诗 你刚刚说什么事情吓到我 什么事情让我担心 你听错了 我是说 你刚刚有没有迷路 然后在路上有没有被我吓到 你会关心我 真是太神奇了 我不是关心你 我是说 你知道你笨笨的 然后你没有打左车 搞丢了 忙忙人还要找一只笨乌龟 很困难好不好 你又说我笨了 说人家笨的人才是最笨的人 好不好 我告诉你 我做过最笨的一件事情 就是答应讲办你的未婚妻 怎么样 没话说了吧 没事 你平安回答夹夹 拜 关系人家都说人家笨 那是诺鸣奇妙的 小诗 我要累 小诗 你回来啦 称卫 嗨 对不起 我的未婚妻 不能让别人碰 好 早诗 早诗 我可都看到电视转播了 何群英雄救美保住未婚妻的吻 好浪漫喔 我的小诗啊 我觉得何群今天表现实在太优秀了 主动换完你的初吻 妈妈有这种女婿实在太骄傲了 妈 小诗哪里还有初吻 本来就是你忘记他跟何群那个 笨那个kiss啊 全世界都看到了 哪有啊 哪里没有 小天王街头有吻秘秘情人 就是那个吻让你跟何群的关系曝光的 哎呀 那个不算啦 那个是因为不小心跌倒 所以才轻倒吧 跌倒啊 不小心 那我也要不小心跌倒啊 真是世风日下 这种男女亲来亲去的事情 你们还讨论得这么开心啊 我告诉你们啦 小诗啊 跟何群的交往 绝对是很单纯的 他们呢 绝对没有这样亲过来亲过去的 我绝对相信小诗 哎 嘿 对呀 还是怎么办了解我啊 老文真的没有我们过啊 哎 来来来来来来来 爷爷今天啊 特别为我的乖孙女订做这个 哎 天使之吻 哎 坐坐坐坐坐 小诗啊 跟自己喜欢的人接吻 就跟这个面的味道一样 淡淡的原味香 完全没有其他的味道干扰 这叫做单纯 姐姐 嗯 真的好香哎 那你就赶快吃吃看啊 嗯 她能不能感受到 嗯 吻的美妙 啊 其实啊 你知道吻的美妙吗 就是啊 当两个人嘴唇碰在一起的时候 啊 那个心脏就开始 扑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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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它走 撑扑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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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眼前腿的 然后雪衣就在身体里沸腾 整个人就要融化在对方的怀里 你醒醒吧 小事 有感觉对不对 太神奇了 你 回家 你叫什么 你喝我就够了 我什么 小别 没大没小的 我去刷牙 我也要吃 你也要吃啊 那你帮爷爷生个小争孙 好不好